淡水区油车里主要以淡海路、沙伦路和中正路和其他里相邻 相传清朝年间有全球人在这里开设油房 所以有了油车口庄这样的地名 里内在里长带领下宛如一个和善的大家庭 以淡水区、淡海路、沙伦路和中正路和其他里相邻的油车里 地名相当的特别 相传应该是清朝年间这里设立了油房的关系 我们油车里有中正路一段 然后沙伦路、淡海路 我们有三个路段 刚初他们是说什么有船啊 然后有油罐在这里加油什么的 然后油车这样 所以他就是很久之前沿袭下来的地 下来这样的 里长刚上任的时候 每次帮活动都只有几位志工帮忙 后来在他热情的感染下 有越来越多的里民参与 而成了现在这种热闹的场面 我们刚开始在座的时候 才五六位志工来帮忙 这边挑菜啦洗菜 但是久而久之他发现到说 在这个地方共处 共同相处的方式很不错很和谐 然后大家都在这边有一种 有家的感觉 就像那时候我们说冬菜啊 冬菜就在一个屋檐下大家共事 然后有的在洗菜啦 有的在煮饭啦 那种家庭和乐 那我感觉在这里出现了 所以当然一个一个的都接近了 像至少有20位了 以每星期二的乐林日来说 里内不但要举办长者共餐活动 共餐之前还规划了DIY的课程 共餐结束之后还有演习活动 虽然时间很紧凑 但是大家都忙得充实又开心 记者方间凯琳锦鱼淡水采访报导 好 好